手指剑缝隙偏木行手 木人多思善谋 决断力稍弱 浴室多犹豫不决 金星秋的饱满 可以带来非常好的体质 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不错 不过月秋也是非常饱满 想象力丰富 人很聪明 有创造力 另外手指剑缝隙比较大 难关才首页 砍弓的位置 有一些杂门干扰 砍弓是水位 水主腰肾 注意腰肾的保养 另外大拇指指头 见横文干扰 和父亲的缘分比较浅 上半指节是代表父亲的 从天文感情线初期的导文 也可以看得到 也说明这一点 说明中年之后 有多关注一下父亲的健康 那么生命线初期 有些浅淡 出身家庭环境一般 初期见很多条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叫努力线 说明自己从小独立懂事 奋发图强 这点从事业线深刻 也可以看出这点 事业心很强 一心想摆脱现状 志向高远 另外事业线也是远离生命线 说明事业方面 来自原生家庭的助力不多 靠自己奋斗 慢慢摸索 脑线弯长有弧度 聪慧有能力 事业方面表现不俗 但是脑线中期 有一些树纹干扰 虽然事业心很强 但是阻碍也不少 阻碍也有来自感情的烦恼 感线粗身 在三大主见当中是最为粗身的 重情感性 容易沉迷情感 尤其是在早年 见一些锁链干扰 25岁左右这个阶段 感情的能量减弱 有烂桃花干扰 那么早年呢 有一些感情危机 会持续两三年 注意调整 不过过了这个情况之后 感情线逐渐的聚拢 心思也没有像以前那么 玩心中 收了心 感情线也叫 以前古代讲是天文 这个代表感情 感情逐渐稳定 25岁之后 30岁之后 这个感情线逐渐的稳定 生命线在55岁左右 建一条很长的上升线 这个很长的上升线 说明这个阶段是 到了一个收获的年纪 购置新的物产 或者家族天子天孙 等等这些喜事发生 之后呢 那么70岁左右呢 这个生命线尾端 建这个三角纹干扰 这个阶段呢 要注意这个 这个疾病的困扰 同时我们看这个财运线 财运线就可以反映 出一个人 整个一生的财运的状况啊 这个初期财运线 比较浅淡 30岁之后呢 财运线逐渐的加深啊 财运向好 慢慢的 逐渐的财运变旺啊 后面呢 到尾端又慢慢的减弱啊 所以整个 人生的这个财运方面 还是有一些起伏 财运线逐渐的财运 财运线逐渐 财运线逐渐